喂 你好 你好 我是要問這個義女士 男人在三合一 大陸大陸你不知道會不會是相當的 三合一 他高陶在翻譯的時候 四伏林當中 怎麼都會青青 有什麼方法 高陶 翻譯的時候四伏林當中都會比較青 對一個會比較青 你說對一個比較青 肚子還是水中 水中 水中四伏林當中 要擲的時候都會比較青 ok 好 那你都聽太多 好 來 來 這個在轉 土豆 土豆 我們轉三合一 的時候 我們會怕說會去 這個 草藝 有時候 接不到 那麼 這個 多少 受傷 其實那沒什麼要緊 啊 你如果要擲一層 這個 譬如說玉米塑 或是釣籤 這 如果純粹說要放棄到 因為這個 殺草藝 這個 上海是要擲釣籤 我們有另外一個 這個釣籤 逆正通 啊 這個東西呢 啊 在國外就是專門 他們在做 他們這個 小麥 他們不會在擲 這個殺草藝的時候 他們就會染這個東西 在這個 啊 希臘啦 在這個 意大利啦 在一種 西班牙 他們都會用一種東西 在染在擲 這種 他就比較不會 殺草藝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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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嚴重 但是這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控制好食 這個 量 這東西就是說 不要擲太多 所以你要染一下 當然 這個 有一定的一個效果 那染 玉米塑 就是說 他的行動 這方面的幫助還不錯 所以 他也有這種效果 所以 你無法 可以來 這個 試試看 這個 基本上 是有這種 情形 提供 讓你稍微做一個 這個 參考 就是可以 可以 那麼 這個 一般 比較沒有 這個 基本上 都可以這樣 來 用 稍微染 看是 油味塑還是 釣車 這不用染太多 大概 一個動力湯 大概25-30瓦就好了 30瓦最多 不用更多 25-25瓦就很好用 所以你可以幫他 這個 試試看 那麼 第二個問題 是有關 這個水牛 因為我特別去問 是 這個水牛的本身 還是土腳底 其實 意思是一樣 土腳底 如果是 這個 這個 這種 通常是 這個 離 擀製 水 肥太多 這個 臉 脖有點 所以這是這樣 如果是在藏頂 藏心館頂 就是說你落水肥的時候 你的淡層累積 所以現在已經高頭了 但是他還在託意 雖然是高頭了 他還在託意 有什麼這種情形就兩種問題 第一就是說拍殘拍不打 有時候拍殘不是我們有辦法去控制 你知道嗎 就說拍拍拍 他就拍不打 因為說他的英語綿綿 拍不倒 拍不倒 這就發生這種的問題 他後面高頭 水肥下去 淡層很高 他現在開始到月後 你就發現他還在託意 他在後面 二次再分裂 這種會影響到水地位三龍 還有一個就是說他會比較糟糕 很容易到文國賓 所以這方面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是拍我們 我們如果是拍不倒 譬如說我們拍殘的時候 拍得不倒 拍得不倒 我們就可以在燗藥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做謎 你要抽水進場 或是高頭那些 尤其在高頭那些時候 這隨時我們會去幫他燗藥 那時候燗什麼燗藥 燗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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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高頭那些燗藥 燗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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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熱肥的時候 就知道說 淡手燗藥 燗藥 所以我們可能在水肥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熱一盒 甚至四十三個都不要熱 熱什麼熱四盒 咖哩油比較高 咖哩油比較高 就比較不會太高透益 就比較不會反應起來 就比較不會四口連回 翻車 大概是主力的方式 所以剛才說有兩問題 第一就是噴山噴不倒 噴山噴不倒 我們就是用三塞泽去處理 三塞泽去處理過 如果再這樣就用 補一層的紅咖哩 一分底差不多在6公斤左右就夠了 補補了 你把他 滑滑滑滑滑 讓他咖哩真的夠夠 這樣就不會了 他比較不會死 比較不會死亡 因為有時候他旁邊想死亡 後來就很容易中平 想過頭沒 這通常是有 一種的情形 另外一個當然 是跟下水浴 有關 就是我們下水浴 的時候 溜溜的溜溜 想過頭多 那種水浴 還是下水浴 想過頭沒 所以說下水浴 最好的節節時間 就是他剛好一模裡面 最高的那隻 已經剛好在做米 剛好兩顆 兩顆米粒 那時候 剛好一顆米粒館 那個時候 這個進城 進城鐵烏 剛好有這個關桌 就是說 一模棄它上了 留著 Table 一個米在裡面 這個時候 下去是最好 再來就是第一 進城7天 鐵烏7天 兩星期裡面 如果是有落有中 其實不會有一些都不會 但是你落下鐵烏的時候 例如說你越後面 對到時間越後面 那麵已經很長了 已經一兩吋長了 我們那時候又把它熱下去 那個水肥的效果就是滴鹽 因為淡水會太過頭煙熬 所以它出水就變成在後面 它的淡水利用潤就不太好 所以後面又會透明起來 因為淡水用不完 所以這個熱水肥的時間 我們割到它的量會影響到 背料的這個量會影響到 它的這種現象 所以你稍微調整一下就好了 那基本上有時候就是和我們在管理的時候 譬如說以近年來說 我們一直去強調 就是說今年早上的一個車子 譬如說像近年 你有時候就會出現一個情形 以前那時候冷 然後運動會升起來 那個運動一直都不錯 有可能就變成這種情形 就是說在玩那個熱 很多人是都用玩熱的 幾天幾天幾天 幾天流什麼 幾天流什麼 萬年應該是太準 但是早上不一定會準 早上受到這個風雨的影響 有時候連接一個禮拜都黑暗 今年好天的時間比較多 所以今年很多人 如果水肥在熱 有可能會變得慢 那這種情形就慢 就會出現剛才說的高桃料 還會出現 所以今年要稍微注意一下 雖然很多是都只報算而已 電視台就是說 翁妮出現這種情形 大概就是這兩個問題 通常在撲餐的時候就要注意了 所以麥糕如果是很溼溼 軟溼溼的 那種煮油 煮醬油的油 你就用三塞测 這類的油 讓他拿到貼車 不要緊 正常就不必說 這個就要用三塞测 如果有的人就習慣說 我就 覺得這個東西煮醬油不錯 比較粗粗粗粗了 沒關係 我就把它煮 但是呢 我在這個做明的時間 我淡數就夠了 這個動力是一樣的 所以這匹療和油 要有保養的一個配合 這個原理你如果知道 你就知道說 要怎麼去處理 所以這個提供 給我們各位好朋友 先做一個參考 大概是一個得利